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直播学习 2022年驻快考试快递科目的基础进阶班 我们用到的图书 No 打好基础 今天受我们班主任的委托 要表扬以下三名同学 来 这三名 第一名 这这是不是念E 是不是念E我也没查字典 应该是念E 这是B过期班 我们五月份的月考 客观题的正确率是百分之百 用时0.7个小时 那就是42分钟 第二名是分子 这也是B过五班的 正确率达到百分之百 用时1.1个小时 这时间说白了有点长 然后第三名呢 是我们的浅浅同学 坚持八班的正确率是百分之百 用时是1.2个小时 各位啊 如果考试 让你用一天的时间去做它 我估计大家都能及格 但是不是 它只给你三个小时 所以呢 在会的基础之上呢 还是要提高你的作题效率 那在这里呢 刘老师表扬以上三位同学 恭喜恭喜 你学的不错 正确率达到百分之百了 前三名 我希望我们以后大家都能够上报 都能够上报 好不好 行了 那这样的话呢 表扬结束了 我们正式开始学习了 学习第十四章 租赁 我们上去课呢 把租赁呢 给大家介绍过了 介绍了一部分 那首先呢 我们知道 你要想去谈租赁 你得有个租赁物 说白了 你租的是啥呢 这事你得知道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 已识别资产 你连已识别资产都没有 你告诉你租的是什么 如果你能确定好 已识别资产之后 接下来 我们再去看 你能不能在整个租赁期内 对于已识别资产所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获得呢 如果你能 那好了 再来 说这个已识别资产 它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是不是你主导的 如果是 那我证明你控制它了吗 那既然能控制 就说明这是一项租赁 或者合同中包括租赁 如果不能的话 那就不是租赁 那就是一项服务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主导这项已识别资产 它的这个使用方式和什么目的 既不是我客户 也不是我供应商 那是谁呢 第三方呗 爱是谁是谁 这个时候能不能一棒子打死呢 就也不能 你还得看一看 说这个已识别资产 它的什么目的和使用方式 是不是能够按照我客户的方式来主导 是不是你听我客户的 说是那也行 说不是 但我还有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了 就是这个已识别资产 它之前在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我主导的 是不是我参与的 如果我在设计之初 已经把使用物理和使用方式确定好了 那这个也能证明这是一项租赁 说这个也不是 那实在保险了 刘老师帮不了你了 你不是一项租赁 说清楚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第一节租赁概述 请把书翻到308页 308页我们上一节课呢 讲到例题10 我们接下来看例题11啊 这是一项多项选择题 说起在判断客户是否有权 主导资产使用时 应当考虑客户是否在整个使用期内 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下列课项中 能够证明客户能够主导已识别资产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的有A 假运输公司能够决定 集装箱用于运输商品 还是储存商品 可不可以 可以的 这不就是使用目的使用方式吗 所以A是正确的 B 以制造企业能够决定机器的运行时间 我什么时候让它运行 对吧 运行多长时间 我来定 OK OK 再看C 说丙企业 零售企业能够决定在商铺区销售产品的类型 我到底是卖服装还是卖小食品 我来定 可不可以 可以 再来看D 丁能源企业能够决定是否使用发电厂 发电 以及发电量的多少 什么时候发发多少 我来定 是不是 所以各位同学 这四个它都是ABCD 你看这里我们说能够主导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包括什么 产出类型 产出的时间 产出的地点 以及是否产出和产出的数量 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几个例子 其实就是配套这几种方式给你编的一个例题 所以各位同学要把这个例题再过一过的 再过一过 好 那接下来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合同当中包括了一项指在保护资产供应方 在已识别资产或其他资产中的权益 保护资产供应方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保护资产供应方 不因客户使用租赁资产 而违反法律法规等条款 那么这些权利虽然对客户使用资产 做出了一定的规范和限制 但是它本身不足以否定客户拥有主导资产的使用权 什么意思各位 这里话言外之意 如果你的租赁合同或者是这份合同当中 它只是有保护性条款 不能说因为保护性条款 就证明我客户不能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把一艘船租给你 我告诉你这船你不能上那个沙漠上去给我开 你看看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保护这个船波 说你不但不能上沙漠上去开 你也不能给我开到那个索马里 因为那里有海盗 是吧 你这点臭鱼赖家 丢了就丢了 但是我这船让人给截了呀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保护性权利 那这种保护性权利 能不能否定说我客户不能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呢 很显然 他不能这么说 对吧 来吧 我们举个例子啊 大家看一下 说甲克雇和乙供应商签订了使用指定船只五年期的合同 合同明确规定了船只 这里有一个物理上可以指定的 物理上能够分得清的这个船只 且乙公司没有替换权 如果你还没有替换权 那我们说这叫存在已识别资产 一定注意啊 我们在做每一道题目的时候 一定脑子里要有那个决策术 他到底含不含注意 一定要啊 这个可以来啊 来来来来 首先第一步存不存在已识别资产的存在了 来继续 说甲克雇在整个五年使用期内决定运输的货物 船只是否航行以及航行的时间和目的地 你看到这为止 这五年传播 他说产生几乎的全部经济力是谁来 谁给谁 是我给甲 是不甲你能够获得已识别资产 在使用期内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那接下来谁来主导呢 甲 对吧 运啥 是到底运臭鱼烂虾 还是运这个钢筋水泥 我来定 什么时候运 航行 停靠港口 都是我来定 所以我能够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没结束 咱往下看一下 他说 但是需要遵守合同规定的限制条款 这些限制条件是为了防止甲公司将传播 使入遭遇海盗风险较高的水域 或者是装载危险品 营资负责船只的操作与维护 并负责船上货物的安全预出 合同期内甲公司不得雇佣其他人操作船只 或自行操作船只 各位 我们刚才其实评估下来呢 你能不能说甲从椅这租了一带 这个一收传播 可不可以 注意他这里有个条件 有限制性条件 那我们就分析分析这个限制性条件 它是否能够阻碍我们把这一项合同分类为助力 能不能呢 他告诉你不能运危险品 你不能运炸弹 对吧 不能去行驶到海盗风险较高的地区 那这些是典型的保护性权利 对吧 典型的保护性权利 所以我们说这些不构成将其合同分类为租赁 听明白了 那有同学可能会有疑问了 说你看这个船只啊 也不是我甲来维护 也不是操作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安全呢 也不是我 都是人以公司的呀 你也不让我雇别的人呢 对吧 以公司 他说了 不能雇别的人 是不是 不能雇别的人 你也不能只有我来 各位 你要知道 什么叫什么目的和什么方式 最为核心的是什么 运啥 是吧 运不运 啥处运 运输的时间和港口和目的地 这些东西才是这支船舶 产生几乎全部经历力最为核心的 至于谁去开这个船舶 你听我话就好了呀 对吧 你听我话就好了呀 是不是 所以你比如说我这个蒋子 我压根也没有人会开这个船 那你给我派人吗 是吧 所以他不能否定 说我没有主导他的什么目的和使用方式 说清楚了吧 OK了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下边的一个图了 各位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把租赁的识别 全部都给大家介绍结束了 所以呢 我们再把这个图再领着大家再来一遍 我相信通过这一遍 你应该是对租赁能够有明显的区分 好不好 来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图啊 说是否存在已识别资产呢 我们怎么去判断 首先有没有指定 这个指定可能是民事 也可能是隐姓指定 对吧 如果可以指定的话 我们再看能不能区分呢 物理上能不能区分 只能 好 那么再往下看 说是否资产供应方有实质性替换权呢 如果有 那他就没有已识别资产 没有已识别资产 你连租的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你告诉我 你怎么能说他有租赁呢 那就没有 说如果客户评估 资产的供应方 没有资产的实质性替换权 各位 这个实质性替换权 首先第一个 你得有能力吧 你就想 我当时我举的例子是什么 你让我去讲柴馆 我没那个能力 对吧 好 你现在让我讲税法 我也不想讲 为啥呢 有能力吗 有 但我不想讲 为啥给的少 再往下有利可图 对吧 你替换这个资产 对于你来说 是有经济利益的 说讲柴馆 一个小时给你这个五万块钱 讲不了 明年能 今天肯定讲不了 为了这五万我也得去背 我也得去学 对吧 但是说你要讲税法 现在快递一百块钱 税法给你五百块钱 这叫有利可图 那我就说我去讲了 所以对于资产供应方来说 你得具备实质性替换权 OK 如果说没有 那我说你存在已识别资产 如果存在已识别资产之后 接下来我们说客户是否有权 获得在整个使用期内 使用已识别资产 几乎产生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如果不是那就没有 对吧 如果是 进而我们还得看 这个在整个使用期内 谁去主导这个资产的使用目的 和使用方式 到底是客户是供应方 还是两者都不是 如果他要是供应方 那就不是你的 对吧 那就没有租资了 说白了一项服务 如果是客户呢 那我们说合同当中包含租资 那还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 就是两方都不是各位 这个往下的这些 你简单听 你简单听 如果两方都不是 这时候你有两个判断 标准 首先第一个 说客户能不能在整个使用期内 自行或者是主导他人 按照你确定好的方式 来运营该资产呢 能不能呢 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例题 总共有能论人 说老师那乙公司自己的人 不是我讲公司的人 他是不是得听我的 我让他今天开船 他是不是得开 对吧 我让他今天给我停告到这个某个港口 他是不是得听 他是不是得听我的 提现某嘛 那如果是客户的话 那好了 那就是喊租赁嘛 对吧 客户来主导 说这不是 如果以识别资产 它是我客户设计的 并且在设计之初 我就已经预先确定好了 他的什么目的和什么方式 这也行 但这个如果这俩都没有 那他就是不喊租赁了 如果有了的话 那我们说该合同当中包含租赁 我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OK了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还是通过几道立体的方式 一定要把租赁的识别搞懂搞清 但是呢 这个我说实在的 我们专业阶段的考试 没有那么难 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一项租赁 模棱两可 不可能的 你放心专业阶段一定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时候 压根他上来就没有一项以识别资产 这时候你甭判断了 你判断个6啊 他连以识别资产都没有 那就是不含租赁 那我们专业阶段考 比如说第一项有以识别资产 接下来第二个 他会告诉你 对吧 整个这个合同期内 客户能够产生 这个获得以识别资产 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并且客户能够主导 以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所以一般来说 我这个上节我讲过 到这为止 这是我们专业阶段 你要重点把握的 OK来 接下来各位同学 咱找几个题 把这个图运用好 你在脑海当中就用这个图 一步一步的给我往下去推 说假 是客户 一是货运商 签订一份使用十个指定型号 集装箱的五年期合同 来 指定型号 这是不是明确指定了 对吧 物理上可以区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他有没有实质性替换权 进而我们来判断 是否存在一项 以及识别资产 说合同指定具体型号的集装箱 集装箱呢 归乙公司所有 将此有权决定何时何地 何时何地 使用这些集装箱 以及其运输什么货物 不用时呢 集装箱存放在假公司处 将此可以将集装箱 用于其他目的 比如说储存 但合同明确 规定将此不能运输 特定类型的货物 比如说爆炸物 若某个集装箱需要保养维护 以公司应当 以同类集装箱进行替换 来 你看这里也有个替换 但是我们分析 这是不是实质性替换权呢 注意不是 对吧 不是实质性替换权 如果集装箱出现问题了 你给我换一个 所以它不属于实质性替换权 来各位同学 第一步 合同当中是否存在一项 已识别资产 我们说是存在的 对吧 是存在的 那接下来第二步 客户能不能在整个使用期内 获得以识别资产 所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呢 全部的经济力 是不是呢 你看啊 这个集装箱 我是不是可以运输货物 我不运输货物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去储存 当一个小的储存棍儿 是吧 当然这个储存棍儿有点小啊 当个大的储存集善地 对吧 而且这个东西一直是放在我奖公司这的 所以第二项才也满足了 那接下来看第三 那客户能不能主导以识别资产 它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呢 可以的 对不对 我到底是运什么货物 我来定 什么时候运 我来定 不运货的时候 我储存 是不是也可以 但是它这里有个什么 有个保护性条款 说你不能运爆炸物 能够崩没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是由客户 由他来决定的 进而你看 一 二 三 这三步我们都评估下来 所以 我说 这个合同呢 它是一项租赁 对吧 它是一项租赁 集装箱这些事 它是个租赁 好 说除非甲公司委约 义公司在合同期内 不得收回该集装箱 除了集装箱以外呢 合同还约定了 义公司应当按照 甲公司的要求 提供集装箱的 这个运输 运输集装箱的卡车和司机 卡车呢 存放在义公司处 义公司向司机发出 详细的指令 说明甲公司 货物的运输要求 义公司可以使用任何 一辆卡车 来满足甲公司的需求 卡车既可以用于运输货物 也可以运输其他企业的货物 即如果其他客户 要求运输货物的目的地 与甲公司要求的目的地 距离不远 且相近的情况下 以公司可以用同一辆 卡车运输甲公司 使用的集装箱和 其他客户的货物 来咱就说 这里是否存在一项已识别资产 有指定吗 你先上来说 咱是否指定了 各位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他没有指定 所以压根合同当中 就不存在已识别资产 那你甭想了 你往后想啥呢 对吧 第一步上来就干付 来来来看看 第一步 否 直接就是不含租赁了 所以那这不就是一项服务吗 对吧 就是一项服务 来吧 我们看一下解析的过程 各位同学 说合同中明确指定了10个集装箱 营司一旦交付集装箱给奖资 仅在集装箱需要保养和维修时 方可替换 因此10个集装箱是已识别资产 合同记忆未明确 合同记忆未明确也未隐性指定卡车 因此运输集装箱的卡车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它不属于 那么蒋公司在整个五年期内使用控制的10个集装箱 原因录下 说能控制吗 你看他这里还是在谈控制 第一个 集装箱在这五年所产生几乎全部经济里是蒋公司获得的 对吧 什么时候运运什么 运多少 我来定 我蒋公司来定 第二个 说合同中关于集装箱可以运输货物的限制 并没赋予以公司主导集装箱的什么目的和使用方式 它只是一个保护性条款 对吧 当集装箱不运运输货物的时候 蒋公司还可以用于储存 所以蒋公司有权在五年内改变这些决定 我什么时候运 什么时候存 这我来定 因此我们评价说 蒋公司有权主导集装箱的使用 尽管 以公司控制了运输集装箱的卡车和司机 但是以公司在这方面的决策 并未赋予其主导集装箱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因此以公司在使用器内不能主导集装箱的使用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说合同当中包括租赁 当然还包括一项服务 这项服务就是卡车的提供的这个运输服务 看明白了吗 各位慢慢慢慢的各位同学 你需要会做出一些专业性的表述 不是说上来的 是租赁不是租赁 各位那是终极要求的 我们租筷的同学要求是 你说说为啥呢 你说说为什么 就按照我刚才给大家看到了吗 一二三 对不对 我们就按照这个决策数 来来来 就这东西看到了吗 你就按照这个 你脑子里有这东西 首先第一个你租的是啥得说清楚 第二你租的东西能控制吗 说我能控制 那好了是租赁 或含租赁 你租的是啥我都不知道 那你别谈了 对吧 你谈个六啊 考试老师我能不能过 你明都没报 你过个六啊 对不对 报名之后了 有没有按时上课 有没有按时说课后作业 都OK了 那你通过的概率大大了 对吧 你说老师我报名了 存在已识别资产 但我也不听课 哥也有钱 买完课的哥也不听 有有这样的人 对吧 好我听课了 但我不做题 只听课不做题 等于没学习啊 所以你看 就这个租赁这个决策的时候 你就拿我刚才给你举的那个例子 诸会考试报名了吗 报名听课了吗 听课做题了吗 就按照这个维度 就按照这个维度 说清楚了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题 第十四题 只听课不做题 等于没学习 蒋布斯客户和乙公司 某商场物业所者签计一份使用商铺五年的合同 商铺A呢 是某商场的一部分 该商场包含多个商铺 合同受予了蒋布斯 商铺A的使用权 营资可以要求蒋布斯 搬至另一商铺 他可以要求 那如果可以要求 那他就是有能力呗 对吧 你可以替换嘛 有能力 问题是各位有利可图吗 对不对 你搬完之后 你得给人赔偿 那我拼偿 来继续 说在这种情况下 乙公司应当向蒋布斯提供与商铺A面积和位置类似的商铺 并且支付搬迁费 仅当有新的重要租户决定 租用较大零售区 并支付足够涵盖蒋斯及零售区内其他租户搬迁费用的情况下 乙公司才能因假公司搬迁而获得经济利益 所以他有利可图吗 得有这么个金主出来 对吧 这个金主说了 我给你钱 你搬走 我就要这么大 是吧 我这个商户在这呢 我旁边这还有一个 旁边这还有一个 这也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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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租的是这个 我租的是这个 来个金主 说我把这一片都要租下来 就卖 卖什么 卖服装 只有这种情况下 乙公司才有利可图 OK 我们继续外读啊 尽管这种情况不排除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根据合同开始日的情况 你不要一想 如果你要一想 你活不过今天了 明天地球就爆炸 对吧 不能一想啊 我们应该是基于合同开始日的事实和情况进行评估 而不能假设在合同开始不存在的事实和情况 所以企业认为属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好 如果企业认为它不可能发生 你告诉我这里存不存在 已识别资产 存在吗 这不就这个东西吗 是不是 明确指定了商铺A 物理上可以区分 而且呢 供应商 已公司它没有实质性替换权 因此我们说第一步 它存在已识别资产 OK 继续往下走 说合同要求蒋公司在商场营业时间内 使用商场A经营其知名的店铺品牌以及销售商品 蒋公司在使用期间内就A商场的使用做出决定 例如卖什么组合呀 价格呀 存货量啊 合同要求蒋公司向已公司支付固定付款额 并且按照商铺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支付可变付款额 作为合同的一部分 已公司提供保洁安保和广告服务 好了 就这些 我们首先第一步已经过了啊 存在已识别资产 接下来第二步干什么 你看一看客户能不能获得在已识别资产 整个合同期内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能不能呢 是不是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是不是 这商场就是我租下来之后 我具体卖什么 价格是多少 存货量存多少 是不是我来决定 是我来决定 OK吧 好 如果你能获得已识别资产 在使用期内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那接下来看看 使用目的 使用方式谁来决定呢 谁来决定 你看销售商品组合 价格 存货量 谁来决定 卖多少钱 谁来决定 是不是客户来决定的 那今此 我们说 这是含着注定的 那有可能会有疑问 说老师 你这不是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为啥呢 他说你付了一块固定租金 你还得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付可变租金呢 你比如说 你这一年收了1000万 你按照5% 你还得给人50万呢 那你收的可不是1000万 你是900 50万了 那不是全部的租金 各位 听好了 这一条 他不足以证明 你没有产生已识别资产在使用期内 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说白了 各位 这是两条线 你看 你把商品卖出去 你从客户处取得的商品销售额 这是你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你就想 全部的经济力 能不能没有成本 没有费用 不可能啊 对吧 所以这是相当于是收支两条线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收支两条线 即我收这一条线 我就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而我支这是支 收和支是俩事 对吧 这是俩事 所以记住了 按照销售文 一定比例支付的 一会会讲 这叫可变付款格 也叫可变租金 它不足以影响你没有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这条他不能否定 OK 然后这里还提供什么保洁安保广告 那他就不是租赁呗 这就是一项服务 所以呢 我们这个合同呢 他这里是含着租赁 既有租赁 还有服务 租赁那就按照租赁准则 服务呢 那就是按照收入准则 说明白了吧 OK了 下边的解析 各位同学 今天的课后作业 今天的课后作业来 还有同学不知道多少页呢 310页 回去给我读 读 读 读完之后呢 给你们个任务 读完之后呢 你把那些假设 这个是考试的题目 让你说理由说原因 你把那些观点词你给我圈出来 会圈不 比如说我替你圈一个 这个是否存在已识别资产呢 存在已识别资产 为什么 写理由吧 对吧 写理由 听明白意思吗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在使用期内 对于已识别资产 所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获得呢 如果是再往下 谁来主导已识别资产的 什么目的和使用方式呢 各位 你给我圈一圈关键词 读我肯定是不再给你读一遍了 没什么价值 你自己读一遍 找一找语感 各位别嫌我啰嗦 我再跟大家说 读要读出声音 我再说一遍 读要读出声音 声音通过空气这个介质 传播到你耳膜 耳膜二次刺激你的大脑 就是它有个发和收的过程 所以一定要读出声音 OK 来我们接下来看第15题 说蒋公司客户和乙公司制造商签订了三年期合同 购买一定数量材质百形和尺寸的西装 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是购买呀 你这肯定不是租赁 你跟刘老师学习 怎么这么武断上来就说它是或不是呢 因此我们得决定 按照租赁那个决策术 一步一步往下走 各位你买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法律行事吗 你法律爱咋写咋写 我不管 我快去看的是什么 经济实质 所以继续啊 说乙公司呢 仅有一个符合假公司要求的工厂 且乙公司无法用另一家工厂生产的西服供货 或者是从第三方公司购买西服供货 乙公司工厂产能超过假公司签订合同中的数量 即贾公司未能就工厂几乎全部产能签订合同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三年我买一万件 但人这三年能生产八万件呢 你只是八分之一 乙公司有权决定该工厂的运营 包括工厂产出水平 以及将不用于满足合同产出 以履行哪些客户合同 是吧 我来定我到底别人来 我要不要签那合同 完全是我来定的 来吧各位同学 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 这里是否存在一项已识别资产 来 已识别资产有吗 各位有吗 这是个隐性指定 其实就是这工厂 对吧 就是这个工厂 隐性指定 因为你不能用另一家工厂生产的产品给我 你也不能从第三方采购给我 所以是否存在一项已识别资产 存在 因为这个题目当中没有别的信息了 对吧 存在隐性指定吗 而且没有替换权 你能从别人那买来 你从别人家加工 不行 所以存在已识别资产 第二 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整个租赁期 就是合同期内吧 这么说 使用期内 这个已识别资产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是谁获得的呢 是客户吗 是全部的经济力由客户获得吗 注意他就不是了 对吧 不是 为啥 我刚才说了 人工厂这三年的生产八万件 但你只包了其中的一万件 你告诉我 是不是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都是你客户获得的呢 注意不是 不是不用往下看了 是吧 再看什么目的 什么方 别超耐心 不用了 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 直接game over了 看到了吗 所以 首先第一个 存在已识别资产 这是一项隐性指定 但是没法获得 已识别资产 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因此 我们说 不是租力 这不是租力 有同学说 那是服务吗 这也不是服务 那不是采购吗 对吧 奖资采购 一共是销售吗 有同学说 你看到吧 我就说购买吧 老师你还跟他骗人 我就说这是购买吗 我就说购买 他就不是租力 狭隘了吧 格局 来 我把这题 你改不改吧 听好了 我拿嘴 我给你改不改吧 前面说 简压根仪 制造商签订三年期合同 购买一定数量 特定材质 百形的尺寸的西装 乙公司仅有一家符合要求的工厂 而且呢 他不能从另外一家工厂 或者从第三方采购来进行工作 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三年期合同 已经全部覆盖乙公司产能 并且 甲公司 他能够决定 工厂的生产时间 以保证 甲公司的货物 能够及时够硬 包括材料的品质 包括产出的时间 完全 甲公司在合同当中 已经明确 你看看 你看看 哎 我要改一改 前面你看说白了 到这为止 咱都不变 后边我稍微给你改一改 来来来 产能啊 你产能我几本 这三年是吧 这三年我都给你包了 这你都是加班加点都未必给我生产出来 你说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是不是我甲公司获得了 对吧 榨干了已经给你 崔宇经常跟我说 榨干刘老师每一颗有 动不动让我上这颗 让我上那颗 我又不上 动不动让我上点直播 我不上 就榨干刘老师 那不给我榨干吗 好继续 接下来谁来主导 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呢 我让你什么时候开工 你就什么时候开工 你看这有个背景是啥 就是假设你这三年 你能生产一万件 但我跟你签衡 能签的是1.2万件 对不对 这时候我甲公司 我就要协调了 什么时候开工 对吧 怎么去运营 怎么去这个采购材料 怎么去储存 怎么去发货 我甲公司来决定 各位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一项租赁 是不是 那就是了呗 对吧 所以这就是租赁了 你看前面我写的还是够美 各位同学 所以一定要按照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过汤 OK 接下来我们看第16题 第16题 说假公司客户和乙公司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使用一台指定服务器的三年期合同 好了 这已经指定好了 物质上也能区分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这个有没有实质性替换权呗 由此根据奖公司的指示在奖公司处安装和交付服务器 并且在整个使用期内根据需要提供服务器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由此仅在服务器发生故障时替换服务器 好到这 你告诉我 第一 是否存在一项已识别资产 存在吗 存在对吧 因为首先指定好这个计算器 物理上也可以区分 并且呢 供应商没有实质性替换权 所以它存在一项已识别资产 继续 接下来第二步我们要看什么 客户能不能获得已识别资产在使用期内几乎产生的全部经济力吗 对不对 说将此决定服务器中储存哪些数据 以及如何将数据跟服务器跟其运营进行整合 并且在整个使用期下有权改变这些决定 来 是不是存啥我来定 对不对 怎么兼容我来定 是不是全部的 你服务器本身不就是给我去提供这些服务的吗 好 来 再来第三 谁来决定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谁来决定 假公司 对吧 所以是客户来决定服务器它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因此我说这是一项服务器的租赁合同 看明白了吗 各位 到现在为止 你对租赁它的识别 感觉怎么样 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 是吧 上节课讲了80多分钟 这节课呢 我们这又讲了30多分钟了 哎 整个这个120分钟左右 俩小时 租赁的识别 咱能不能搞定 而且我跟大家说了 考试啊 一般啊 来来来来 还得去图啊 这图之上的 所以首先第一步把租赁识别这事搞清 脑子当中要有 你租的是啥 说租的是一个什么 小猫小狗 或者汽车 轮车案 好 你能决定你租的是啥之后 你再来看租的这个东西 你能控制吗 啥要控制 主导使用收益 对吧 你就评估一下呗 如果能 那就有租赁 如果不能 那就没有租赁 因为如果你租赁判断的不准确 你后边到底是执行收入准则 还是执行租赁准则 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明白的意思吗 它俩不一样吗 OK了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租赁的识别 都给大家说清楚了 好了 来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问题 是关于租赁的分拆和合并 简单了解一下 什么叫分拆啊 各位 有的时候你签租赁的时候 你可能是打包 一下输了 什么一堆 但是呢 这个租赁呢 各位 你租的这些东西 如果是多项的单独租赁 那么成租人和出租人 要将合同进行分拆 分别确定各个单项租赁 当然你的合同当中 不单单有租赁 可能还有服务呢 对吧 那就是租赁和非租赁 这块呢 也要分 因为租赁执行租赁准则嘛 对吧 非租赁执行的是 要不然你对于出租方 那是收入 对吧 对于成租方呢 那是采购 对吧 他给你提供一项服务 所以一定要分 但是在这里 各位听好了 对于成租人 以后你会看到 他有个例外 成租人 他有个例外 就是你的合同当中 包括租赁和非租赁的 你可以分 你也可以不分 那说为啥呢 一会再说 但是对于出租人而言 你没得选 小样 必须分 对于出租人而言 你是必须要进行分拆的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分啊 说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使用已识别资产的权利 构成合同中一项单独租赁 来 各位 我带你复习一下 我们收入准则 识别合同中单项履约义务 怎么说 说是否可明确区分 两个维度 第一 商品本身可明确区分 啥叫商品本身可明确区分 商品或从其他易于获得的资源 一起使用中获益 第二 从合同层面上要明确区分 那说合同层面上怎么明确区分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不是整合 你不是高度 你不是重大修改或定制就行 你看看啊 你看看啊 一脉相承 来 第一 成本人可以单独使用该资产 或将其易于获得的其他资源 一起使用中获利 一样不 一样吧 第二个 说该资产与合同中 其他资产不存在高度依赖或高度关联 关系 你看不就这点是吗 他跟我们之前讲收入那个 是否可明确区分 到底是一样的 能吗 这两条件都能 那就是一项可明确区分的 对吧 我们这里说的啥 你切一堆 如果每一个单独的租赁合同 我都能够拆成这俩 那他就是一个单独 你别给我打包这一块 你别打包这一块 你打包比如说你切一堆 那我也给你拆一开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租个电脑 你又租个fire器 首先 电脑和fire器 能不能分 能 商品本身能不能分 能 那电脑跟fire器 这两者之间是不是高度依赖或高度关联呢 有啥依赖 有啥关联呢 我不用fire器 怎么的 我这一二六翻不了啊 我拿鼠标能翻不 能 我拿这支笔呢 也能翻 翻了 看 翻了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者之间是高度依赖 高度关联吗 那不是呗 那不是 不是就俩助力 对吧 一个是fire器的助力 一个是电脑的助力 听一听 没啥难度 没有什么难度 说出租人可能要求承租人承担某些款项 却并未向承租人转移商品或服务的 此类应付进入不构成合同中单独租赁的组成部分 而应当视为总对价的一部分 将其分摊至单独识别的租赁合同当中 啥意思各位 就我把东西租给你的时候呢 我啥也不说 反正我收你个十万块钱的手续费 对吧 我租你东西 我啥也不说 比如说电脑租你 我收你个十万块钱的手续费 这十万块钱手续费 我向你转让任何商品吗 转移任何服务吗 啥都没有 手续费 手和六万 对吧 那不是租金 可能有要求费 不让太高 无论是行业 是企业 还是国家 有要求 不允许太高 怎么办 变相的 以手续费的方式 交易费的方式 我变相收 各位 那不就是对价的组成部分吗 对吧 你识别出来 这里有几个租赁 你就把它分出去就可以了 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别瞎说 这可不是什么应付客户对价 我不跟你讲 你可别自己往上关联 我跟你讲的时候 你关联一下 这可跟应付客户对价 没关系 方向本身 你就搞混了 方向就搞混了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成熟人的坏题处理 这里包括简化处理 在分拆合同中 包括租赁和非租赁部分时 成熟人应当按照 租赁部分单独价格 及非租赁部分 单独价格之和的相对比例 来分摊合同对价 很简单 来 我把这辆车租你三年 然后我告诉你 我说这个车呀 三年之内有保养 有维修 我再给你修 我再给你保养 打包这一块 这三年一共是25万 那正常租车是多少钱 比如说租车是24万 这三年的保养 例如是2万 那就分 会分不 各位 会不会分 你告诉我 分给租车分多少 分给租车 那就是24除以26乘以25 对吧 这个呢 2万除以26乘以25 这不就分出去了吗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26是咋来的 24加2 24加2 这不就分出去了吗 对吧 好 这里对于成猪人而言 他有简化处理 啥意思 一共是25万 这里包括租车还包括服务 对不对 我想分我就分 我不想分 我可以不分 看好了 成猪人可以选择不拆分 啥意思 租赁和非租赁 我不分了 为啥 为啥对于他来说 可以不分 你要知道结果 你不分 你可不能把他给我当服务了 当什么 租赁 你不分 你按照租赁来给我快逐处理 各位 你能不能想象得到 你能不能想象得到 他为啥 他为啥 各位 水是有源 树是有根 你往前倒一倒 我给你讲准则 我给你讲准则的原理是什么 各位 不是要交水的问题 是要上表 比如说就这个例子而言 如果我要把它拆了之后 你告诉我这个数 这数 这是租赁部分 对不对 它是小于25万的 也就是说 后边你会看到 我确认使用权资产 同时确认租赁负债 这数是小于25万的 但如果我不分 你这个下边这个数 我随便给你蒙影 比如说这数是24 下边数是1 随便蒙的 不准 如果你分了 你上表是不是24万的负债 对不对 咱不考虑折线的事 你上表是不是24万的负债 如果你不分 你上表是不是25万的负债 所以对于成诸人而言 他有内在动因 就准着说 无所谓了 你爱分就分了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 比如说你买火车票 你得拿核酸证明 你爱减不减 不减不减不卖你票 所以你就迫不得已就得减 你爱分就分 不分不分 你租赁负债就大 那你就得分 这会能明白了吧 而对于出租人 没有这样的要求 你必须得分 为啥 这个是啥原理呢 各位 这准着都是有原理的 就人家研究准着 这些老头老太太们 我跟你们讲 那脑子真的 不是一般事 刘老师就是他们都得回城 得想 为啥出租人必须得分呢 你说我出租人 我分不出来 租赁和非租赁 怎么可能 本身这个定价是你来定的 这车 如果我不给你维修 你正常租赁租多少钱 你知道 维修 或者是保养 花多少钱 你也知道 所以这个事对于你来说 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 即使花费很低 所以准时说了 这份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了 我跟你讲 你想让出租人 你必须得给我分 承租人 你爱分不分 我不管了 听明白了吗 各位同学 听明白了吗 好了 这个就讲了 但是后边干掉 去年我就给他干掉 今天就忘了 干掉他 能不能讲 能讲 讲十分钟 考试不考 浪费时间 接下来说出租人 出租人应当应当 只是必须了 分财租赁和非租赁部分 根据收入准则 关于交易价格分摊规定 来进行分摊合同对价 各位他不是执行收入准则 他说啊 这个租赁跟非租赁分的时候 按照我们分摊交易价格的 那个原则来进行分 啥原则 不就是上边的这个原则吗 明白了吗 就是上边的这个原则 OK 好嘞 来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教程的例题 我给他做了个改编 教程那个表会太难看了 是吧 也看不好 看不明白 那是英雄指南 那个上面直接粘过来的 来看一下 说蒋公司从乙公司 租赁一台推土机 一辆卡车和一台长臂挖掘机 各位推土机知道吗 这推土的 卡车不用说了 运土的 长臂挖掘机 就是我们说那个抓钩机 是吧 就这么挖 是吧 挖完之后放地下 推土机推 推完之后放到卡车里 或者推土机推完之后 挖钩机挖 或者长臂挖掘机 挖完之后放到这个卡车里 反正就这点事 就这点事 来 租赁期四年 英雄指同意在整个租赁期内 维护各项设备 合同固定价格是300万 就是 租四年 推土机 卡车和长臂挖掘机 加维护 合计是300万 合计是300万 按年分期支付 每年支付75 合同对价 包含了各项设备的维修费用 说的是解析 其实都是一支条件 放下看 说蒋斯没有采用简化处理 那他就得分了 对吧 把什么分了 各位 把那个租赁跟非租赁要分开 所以 蒋租赁和非租赁分别进行筷子处理 蒋斯认为 租赁的推土机卡车和长臂挖掘机 分别属于单一项处理 原一如下 这个原因跟写了跟没写一样 就他这个例子本身在我的脑海当中 因为我原来是在矿山工作 在我的脑海当中 这个例子第一条 OK第二条说不过去 来看一下 说蒋斯可以单独使用这三项设备中的每一项 或者是将其中 易于获得的其他资源 一起使用中来收益 比如说我从你这租这个推土机卡车 可以我上别人家也能住来 不是就你加油 你明白这意思了吧 就是他可以单独受益 好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 说尽管蒋斯租赁这三项设备 只有一个目的地从事采矿 但是这些设备不存在高度关联和高度依赖 这说不通 这个可能写准着这个人吧 他欲言又止 但是呢 我今年备课的时候 我就突然之发现 根据我原来的这个经验 是吧 这推土机把土推过来了 然后挖 然后装 你看看 是不是一条业务线呢 你不告诉你从事采矿业务吗 然后你说这些不高度关联 也不高度依赖 你告诉我 没有推土机去推 你那抓勾机能勾上来 你没有这车运 你这个矿能运出去 所以这个 我不太认 但是这个题呢 也不是咱们教材自己瞎编的 这是应用指南 那上面的题 所以各位同学 略 别在这儿交直 没意义 你没意义 听明白了吗 人准着其实啊 说白了 或者这个树杠 这是一个 这是两个 这是三个 咱们做业务探讨 咱不能说人错 一公指南写的 刘老师人为言轻 不敢说人错 只不过这事是值得探讨的 有同学说我家里有矿 刘老师家里没矿 原来我在矿山工作过 安山的铁矿 安山不是出铁矿吗 原来我在矿山工作过 看到过这些东西 仅此而已 好了 各位同学继续 我们说啊 这里啊 它既有租赁 三个东西嘛 还有服务 而且这个服务呢 你会发现 这三个 它是不是都负责 维修和保养啊 对不对 所以你得把服务 分给这三项 来继续 找一找数据 我们调研一下 来我不给你一个读了啊 说蒋老师能够确定 推土机和卡车服务 它的可观察 单独价格分别是 16万和8万 注意啊 这是服务的价格 然后呢 对于长臂挖掘机 可观察到的是28万 看到没有 这些数据在这呢 这些数据在这呢 来 因此呢 蒋老师估计长臂挖掘机 服务的单独价格为28 蒋老师观察到市场单独出租 这个推土机 卡车 长臂挖掘机 它的价格分别四年的是 90 58和120 这时候你告诉我 你会分不 你会不会分 咋分 把租赁 和非租赁 先分一下 对不对 租赁和非租赁分 分完给非租赁之后 再回分给这三项租赁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你看一下 我整个合同对价是多少 是不是300万 对不对 合同对价300万 要分的就是300万 然后推土机 卡车 长臂挖掘机 这些是啥 是租赁 对吧 租赁 下边这52是非租赁 非租赁就下边这三个数 这是推土机 卡车 长臂挖掘机 分别的四年级的维护保养的费用 加一块是52 所以你看 加这一块是320 来拿它 除它 乘它 等于它 这箭头能看到不 拿90 除320 乘300 等于843 7156 这就是把我合同价格 分给推土机的租赁金额 会不会分 各位同学会不会分 会分吧 没啥难度 没啥难度 就一个分贝 然后拿58 去除以320 去乘以300 分给卡车 那就是5437 50 以此类推就分出去了 对吧 而且你看 这个非租赁这部分 实际上这块 各位 48750 其实它还得分呢 它还得分 分给谁 分给推土机 分给卡车 分给场地挖掘机 但是跟租赁没有关系了 各位 这跟租赁没关了 听明白了吗 这跟收入有关了 如果我是出租方 那我得把这块 去确认收入了 对不对 这是我的交易价格 我得去确认收入的 听懂的意思了吗 好了 这个题就告诉你 什么意思呢 你得有租赁和非租赁 你给我分 明白了吗 有租赁 有非租赁 你得给我分 OK 好 再来看租赁的合并 我们讲不讲过 合同的合并 收入当中 合同的合并 大家有没有印象 说企业与客户或客户的关联方 在同一时间或相近时间内定立的两份或多份合同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合并为一个合同来进行会计处理 还记得吧 租赁呢 基本一致 你看 说企业与同一交易方或关联方在同一时间或相近时间内定立的两份或多份包含租赁的合同 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各位一模一样 换汤不换样 所以为啥我先讲收入呢 收入是17对吧 租赁是14 我跟你讲刘老师是萨费普心的 来看第一个 说这两份或多份合同基于总体商业目的而定立 并构成一览的交易 若不为整体考虑者无法理解其总体商业目的 啥意思 我租个电脑主机 电脑主机啊 主机不是笔记本 租个电脑主机 一个合同 明天再签一个 租一个显示器 两个合同 你告诉我 这里啊 是不是合在一块才能达成一个商业目的 对不对 你光租个显示器你干啥 你接手机啊 你光租一个电脑主机干什么呢 你看着他听声 是吧 夏天 冬天取暖吧 是吧 夏天那个当风扇冬天去取暖 所以你得把这俩合在一块 能听明白的意思不 好 咱们这个同学真的很聪明 这个有同学很聪明 所以这是第一个 再来看第二个 说两份或多份合同中某份合同对价金额 取决于其他合同的定价或旅行情况 跟我们讲手是一样一样的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 我现在租一个摄像机 刘老师前面有个摄像机租的 租这个摄像机下边我看到了有个电源 说这个摄像机啊 租这个一年 假设啊 假设租了一年两万块钱 然后这个电源呢 租一年多少钱呢 比如说五千块钱 那个破电源值五千 就一根线 他值五千块钱吗 他压根不值 你上市场看看 租摄像机 人家一般一年都两万五 他不 他给你猜了 摄像机两万 电源五千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这俩你不得合并在一块吗 对不对 摄像机这个价格明显偏低 电源那个那根线租赁的这个明显偏高 对吧 所以你得把这俩给我合在一块 听懂了 来看第三 说两份或多份合同让渡资产使用权合起来构成一项单独租赁 你看啊 比如说我现在要干什么呢 听好了 你看我跟你说这事 你别可笑啊 我现在要租一个什么呢 租十台跑步机 五台划船机 六部踏板机 然后一个推重器 再租一根大绳子 我还得租点什么 租个瑜伽店 我再租个什么什么球 再租个动感单车 我再租 反正我租一堆 各位同学 我欠这么多租赁合同 你告诉我想干什么 你告诉我想干什么 我想 我就想租一个健身房吗 对不对 说白了 我不就是想租赁一个健身房吗 因此啊 这两份或多份合同 合在一块 构成一个单独的租赁 这跟我们讲收入的道理是一样的 两份或多份合同 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筷子处理的时候 也得去看一看这个合同里边 是不是有非租赁呢 有 把它给我拆出来 租赁和非租赁部分要拆出来 比如说 像我刚才说的 租那个电脑 租那个显示器 人说了这个电脑我得给你升级呀 对吧 你电脑里有什么系统 我得给你升级呀 这是一件服务 这跟租赁没啥关系 包括你坏了 我给你维修 说我定期我给你去把那个风扇里边的一些灰尘 我帮你去清理清理 这是服务嘛 所以这里既有租赁还有非租赁 那咱就分开来 各位这些呢 咱们听一听就可以 不作为我们考试的重点 不作为考试的重点 咱们听一听就可以 OK吗 OK吗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第一个问题 关于租赁的分拆和合并 全部给大家介绍结束了 我们快一个小时了 可以稍时休息了 我发现咱们同学 这个有同学真的很聪明 你不应该考诸快 你应该去干什么 广告创意 上那个创意公司 是吧 专门去抬杠 那多好啊 注意一下同学 我现在是下课状态 我现在是下课状态 有同学经常给我提意见 总有那么两个人经常给我提 老师你上课能不能不说同学 打论我的思路 我现在是下课状态 刘老师是很重视 每一位同学的反馈的 所以现在是下课状态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回来